五果成州及州紫阳地区早期遇豪大雨时 仅能依靠南侧约1.5公里外州紫阳抽水站进行抽排水 但应排水系统水路过长无法及时排除洪水 容易造成激烟水 90年纳利台风时前五谷乡长镇汉藤 便期许在成州地区新建一座抽水站 在90年度纳利风在9月15号发生的时候 我到成州地区来寻宿 行事的结果水锅的水都满满的 那我就打电话跟抽水站的人说为什么不开机 他们告诉我有开机没有水可以抽 所以造成我们感受到这个地区的距离太远了 所以断然要在成州地区要设立一个抽水站 时隔20年前五谷乡长侦探腾表示 终于等到了很感谢侯友宜再担任市长 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遵守承诺新建成州抽水站 并于日前完工开始运作 感谢我们的侯市长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把这个抽水站做好了 那以我来讲一等就20年了 所以非常感谢侯市长 对于我们成州地区的这个烟水痛苦 做一个改善 成州的抽水站已经完工了 就代表着说我们五谷有三座抽水机组 这三座把它配合起来 就可以把五谷的水患做一个很绵密 很系统性的解决 洪丛连区长表示成州抽水站完成 五谷地区就有三座抽水站 若有效的配合运作就可以发挥功效 确保地方的防洪安全 记者胡宇轩五谷采访报道 五谷地区就有三座抽水站 五谷采访报道 三座抽水站